大甲媽祖團叫 八號下午正式進入嘉義新港 當地居民夾到歡迎 一路上用狗咖的人潮有增無見 信徒大軍湧入新港街道 萬頭鑽洞 那你可以看到 現場有非常非常多的民眾 其實很早就住在這邊 是要來等待媽祖 要來進到新港 就擔心信徒們長途跋涉洞北條 沿途點心站也是火力全開 五千斤的新鮮椰子 現魄公民眾無限倡飲 就是要幫香客消暑解渴 攀主鎮小姐說 多年前她因為車禍受傷手術失敗 第二次動手術時向媽祖許願 果然順利康復 之後便每年都開設點心站 向大甲媽還願 因為醫生說注意力只有75% 那想說那我會不會是那25 我就再怕 那時候我就邱媽祖說 幫我那個手術可以成功 綁了兩年還是三年的種子 想說天氣這麼熱 不然的話就來用牙齒 就這樣子一直出現 還有點心站準備了6000份的素串燒 要讓信徒們補體力 各種素肉串成一串好吃又方便 發了差不多5700份 已經快發完了對不對 秒殺秒殺 若是想到這麼多人就會多準備啊 比想像多多好吃 因為它都是素食 然後可以跟媽祖結緣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福報 大甲媽繞境盡鬆 8號晚間將順利抵達目的地 新港奉天宮 也代表一年一度的繞境之旅 正式進入下半場 9號一早舉行駐修大典後 在晚間9點半 大甲媽將正式踏上回程 才藝新聞綜合報導